三规的证节目 我说我母甲 你就是说我 说你们的名字了 自己的法面 我母甲 尽行受归于佛 尽行受归于佛 尽行受归于法 尽行受归于法 尽行受归于僧 尽行受归于僧 尽行受的含义 就是从现在开始 到舍豹 那一刹那为止 舍豹是什么 图画叫死 就是往生 舍上了个肉体了 就是这个含义啊 我母甲 尽行受归于佛 尽行受归于法 尽行受归于僧 尽行受归于僧 我母甲 尽行受归于佛 尽行受归于法 尽行受归于僧 尽行受归于僧 我母甲 归于佛 归于佛境 归于佛境 宁舍生命 宁舍生命 宁不归于 宁不归于 自在天魔等 自在天魔等 归于如来 归于如来 至真等正觉 至我所尊 至我所尊 自明固 自明固 就是归于佛以后 宁舍生命 也不归于 自在天魔等 宁舍生命 为什么呢 我们只要是归于三宝 不破三宝的 三规的戒体的话 我们的法身 惠命是延续着的 我们的形体寿命 可以失去 我们的法身 惠命没有断 即使在一生当中 没有因缘去修行 或者是没有机会 去正国 没有成就 在在轮回的过程当中 由于我们 没有失去三规界体 法身惠命是相续的 功德是相续的 在轮回的时候 你照常能够得奥文法 照常能够修行 法道 成就法国 就这来一趟 我母甲 我母甲 归于佛境 归于佛境 宁舍生命 宁舍生命 中不归于 中不归于 自在天魔等 自在天魔等 归于如来 归于如来 至真等正觉 至真等正觉 是我所尊 是我所尊 此民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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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甲 归于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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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舍生命 宁舍生命 中不归于 中不归于 自在天魔等 自在天魔等 归于如来 归于如来 至真等正觉 至真等正觉 是我所尊 是我所尊 此民故 此民故 我母甲 归于法境 归于法境 宁舍生命 宁舍生命 中不归于 外道典籍 外道典籍 归于如来所说 归于如来所说 三藏十二部 一切经典 三藏十二部 一切经典 是我所尊 此民故 此民故 归于了法以后 不要归于 外道典籍 在这这个外道 是一个中性词 不是个贬义词 外道是 身外 心外求法之道 叫外道 佛法 也叫心地法门 从心性上上功夫 是这个意思 因为很多外道 他们那个原理 不是不正确 而是不究竟 不圆满 没法达到究竟 圆满的法律 是这个含义词 如果我们以外道的点击 去作为指导修行的话 肯定是达不到我们的目的 这是一个需要说明的 第二个需要说明的 我们归于的法 是指一切佛 说的一切法 在这里 一个词 叫如来所说 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 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 我们这一生当中 可能无缘全部看过来 有的不认字 可能一本经也没有看过 但是你归于的是 整个的法谋 诀文说 我们念了 我们读送了 阿弥陀经了 然后再去诽谤地藏经 我们读送了地藏经了 然后再诽谤金藏经 等等 诽谤任何一部佛教的经典 都叫诽谤正法 诽谤正法是无利中罪 是下地狱的 诽谤正法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不射受 诽谤正法往生为了西方 诽谤正法 很可怕的 我们讲 所说 归于法经 归于法经 宁舍生命 宁舍生命 忠不归一 外道典籍 外道典籍 归于如来所说 归于如来所说 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 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 是我所尊 是我所尊 此民故 此民故 我母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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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圣经 归于圣经 宁舍生命 宁舍生命 忠不归一 忠不归一 外道协重 外道协重 归于清静福田僧 归于清静福田僧 是我所尊 是我所尊 此民故 此民故 归于圣以后 宁舍生命也不归于外道协重 这个外道和协重 是两个含义 刚才对于外道典籍 我们介绍了外道 在这里不讲了 协重 包括修邪法的领头人 修邪法的指导者 如果是你必须修邪法的指导者 去修起来 那肯定就是邪果 不会圆满佛果 这个邪重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佛教内部的 佛教内部的邪重 达到佛教的旗号 表象上也是佛教的一些形象 名词上也是佛教的一些词 但是讲的讲的讲的 就是他自己的原理 那叫泄露 不是佛的含义 那就叫泄露 非常可怕 服佛外道 或者叫佛内外道 非常具有隐蔽性 非常具有诱惑性 非常具有危害性 我们一定要知道 鬼秦经福田僧 那么法法当三宝 它是一体的 如果我们受皈依 僧人不献钱 你这个皈依不成功 也就是说 如果不上僧人那里处 那个地方求受三皈依的 你这个三皈依的解体 得不到 得不到实际的功能 就是这个含 我们讲 皈依僧静 皈依僧生命 忠不皈依 忠不皈依 外道协众 归清静福田僧 是我所尊 私自民故 我母甲 归僧静 宁舍生命 忠不皈依 外道协众 外道协众 归清静福田僧 归以清静福田僧 是我所尊 是我所尊 自民故 自民故 单纯说归以归以啊 接下来是一个回向 因为今天我们把归以三归 和这个五戒合起来 然后我们把五戒授完了 再统一一个回向 三归以来是一个回向